從這個這出來有一個museum 繼續走的話就到了那個橋那兒了 Guggenheim 這個導遊跟我們說這個眼前這棟樓 是北報的人最不喜歡的樓 因為他把整個城市的這個樣子都給改變了 這也是這裡唯一的一棟高樓 但是據說是很環保 是叫自給自足樓 可以照一圈 它周圍都是些比較老的樓 像這樣 這個 這都比較老的 傳統式一樣 這棟樓後面倒是修得很寬敞 走起來蠻舒服的倒是 這個走的眼前這個就叫做鱷魚橋 據說是走的樓下往上看像鱷魚一樣 去看看 這個最早的名字不是這個 說小孩一爬進來就說這像一個鱷魚 從這個角度看的確是像一個趴著的鱷魚一樣 本來這個建築師是給它起的叫做龍橋 但實際上被小孩現在改名了 叫做鱷魚橋 不是那個龍橋 是Dragonfly 是蜻蜓橋 蜻蜓橋